好,大家早 现在继续开会 先介绍练习官员 在场委员 在场委员有中孔赵委员 洪慈庸委员 好,那 练习官员有 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 实施厅厅长苏素儿 法务部政务次长蔡碧仲 检查师副司长李豪松 假官黄志忠 行政执行署署长林庆宗 行政执行署 行政执行官兼代理主任范竹英 内政部地政司 检任视察林家正 交通部行政司 检任记政杨博文 财政部赋税署科长蔡孟珠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律事务处处长徐翠文 财团法人证捐投资人 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 法律服务处处长林俊宏 好 今天周三排定的议程是 一继续审查 原排定的议程是 一继续并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击毙者保护法草案等7案 二继续并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政治档案条例草案等4案 三继续审查 周春明等21人 拟据信息诉讼 则訴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 一继续审查 委员周春明等17人 拟据 行使诉讼法施刑法 增订第七条之十四条文草案 五 并案审查 一 司法院行政院含情审议 行诉讼法第470条 471条及473条条文修正草案 及委员许淑华等18人拟据 行诉讼法第470条 及第471条条文修正草案 六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含情审议 行诉讼法施行法增订第7条 第13条文草案 先跟委员报告 今天议程的安排 早上的会议将针对 尚未审查的第3案到第6案 有关型诉讼法部分条文 及其施行法修正草案进行处理 下午的会议则继续讨论 周一尚未处理完毕的 政治档案条例草案等4案 将为请另外一位 招委邓委员宜康主持 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 发言时间三分钟 请提案人周委员村民说明 那本席不做说明 第二请提案人徐委员淑华说明 徐委员淑华 徐委员淑华 徐委员淑华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司法院旅秘书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长 有关于刑事诉讼法呢 因为配合刑法在104年还有105年分别就没收有新的规定 那没收新的规定里面呢 跟以往最大不同之一呢 就是第一个有追征的制度 除了犯罪所得犯罪所用之物外 还可以追征 那就会涉及到被告的普通财产的问题 如何来处理 那第二个呢 在没收新制里面呢 有特别规定强调第三人对标的物的权利 以及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不受影响 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不受影响呢 跟国家没收的这个效力之间呢 如何来处理 那么这个要有一个配套 那刑事诉讼法呢在133条以下 470条以下呢 大概就是针对刑罚 没收新制的一个程序的配套的规定 那么检料的报告就是说 在133条到133条之四呢 是针对刑事扣押的行为 扣押的行为 对于周边的民事执行 行政执行所造成的影响 这扣押 那么470条以下呢 主要是针对 裁判确定以后 刑事的没收 检察官执行没收的时候呢 这个没收物如何来分配 的顺序的问题 这两个 法案的重点呢 在这个地方 那么 当然这涉及到民事行政 刑事扣押 国家公权力 进而在同一个标的物 时候的处理的问题 那当然是要 非常仔细去 规划 因为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利益 那么所以我们在 调文里面呢 大概都有做一些设计 那么有关于这个 周村民委员 所提出来的这个刑事诉讼法 修正草案啊 那么已经就我刚刚特别报告的 这些问题啊 包括 那么扣押保全证据 莫斯多追征的目的 交易安全 善递第三者权益保护 这个内容 基本都非常的 详尽周延啊 那么实务上 也可以作为 依循之用啊 我们目前呢 初步了解啊 因为 有这样的一个 进和关系啊 在民事 强制执行案件啊 有五六百件啊 都停在那个地方 等待我们立法通过 那么安排一个 权力分配的顺序啊 那么这是一个解决 各种权力进和的 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啊 我们也 期盼啊 大愿能够尽数审查完均 那么 关于徐书法等18人 凝聚的新诉讼法 474条471条条文修正草案的 部分呢 跟 两院 行政院四百件会选版呢 大部分都相同 只有一个不同地方 就是在 徐书法委员呢 他们在471条 第四项跟第五项呢 有关于 检察官执行的公告的规定 那我们 尊重 大愿的决定 谢谢 好 谢谢秘书长 现在我们请 法博部蔡次长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理事先生 有关 有关 周委员 村民等21人 拟据 修出诉讼法部分 条文修正草案 133条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 基本上没有意见 但是建议能够确认 变更 预估价格的 适当的处理方式 那有关 133条之事 那这个 事实上 这容易发生一些 制造缴债权 参与分配的问题 在立法政策上 本来就可以 赋予特定 在前人优先 受场的权利 所以 基本上 这个部分 一再延誉 那至于有关 周委员 村民等17人 拟据的 刑述诉讼法 施行法 增定第7条 之14条文草案 这个草案是处理 前阶草案 施行后 施行前 以为保全罪 都是扩押者 如果参与分配的问题 本部没有意见 有关 两院部 会宣议的 刑述诉讼法 第471条 第473条 调研修正的部分 那这部分 事实上 这个限制是属于 公法上 金钱挤付义务的 执行 卫力实务运作 来修正的 那这个部分 那有关犯罪 所得 花缓被害人的程序 现行473条 规范的密度不足 为了强化 对前例人 及被害人的保障 那这部分 因为涉及到 本部行政执行署的一些执行 那这个 这个有关的 涉及到的人力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再报告 那本部对于司法院跟行政院 会宣提醒 贵院审议的 这个 前开的修正草案的立有方向 我们赞同 但是建议在471条 证定互以没收或罚金刑 优先移民室 普通债钱之规定 473条 有若干执行 事物上 自爱难行之处 建议价以修正 以达成本案 草案 之地法精神 避免产生性问题 那么 最主要就是在 没收应该具有 优先性的部分 那么 互以没收或罚金刑 优先移民室 普通债钱之地位 第二个是有关 被告制造 容易制造缴赛前 起回 严因没收的 犯罪所得的问题 第三是 缓缓的期间过长 第四 不应在刑事执行程序 办理担保物件的事项 第五 已有明显的民事的处理机制 那么 基本上 本部对于修正草案的立有方向 性表赞同 这请答应考量 前述的状况后 做出条文修正或镇定 达成本草案的立法精神 避免新的问题产生 那么 有关 院部罕刑审议的刑事诉讼法 施行法 增定第七条 十三条文的草案 该草案是 妥事处理 前接刑事诉讼法 四百七十 四百七十一 四百七十三条案 施行通过后的 施行前 罚金罚款 没收及没路 裁判已开始执行 后已取得 没收物最增财产 以后程序如何进行 及以进行程序的效率问题 以立实物运作 本部竟表赞同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 蔡次长 提案人与机关代表 已报告完毕 现在进行寻答 本会委员发言 时间八分钟 必要时的延长两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六分钟 并不再延长 今日上午十点三十分 截止发言登记 我们请登记第一位 洪慈庸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今天主席主要排审的是执行部分的修正 另外还有其他委员提案有关于刑事保全的这一块 那过去呢 其实大家对于犯罪的一个判决之后的执行 比较有意见的当然就是人跑掉 跟这个犯罪所得拿不回来的这两大问题 那因为我们之前不久才修正的这个方式潜逃的条文 那今天对于这个另外的部分 就是犯罪所得的这一块呢 其实我看到之前有很多学者 其实都有提出一些意见 那这是比较食物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要先来请教 现在食物面是不是健全的这个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没收的部分 因为包含了刑法跟金融八法 其实都有相关的规定 那去年其实法官跟检察官呢 也在媒体投诉互抢 那互抢的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大概就是争议在于这个判决的主文 如果没有宣告 这没收犯罪所得的话 那检察官到底能不能没收 那当然检察官他会说 因为没有法律的依据 但是法官就会说 你只要来申请就可以 那当时候这个 我看投诉也是讨论的蛮热烈的 那当然有些学者也是站出来说 这个是有欠缺法律依据的 那不晓得司法院跟法务部 这两 你们两边到底 对这样的法律见解 有没有共识的 那是现行法就可以解决 还是需要再修法 请秘书长跟我们次长 委员就是因为没收心智里面 我刚才有报告就是跟 以前修法前的没收很大不同 它是有一个追征 有一个追征 那追征呢 它的前提是 原来的应该扣押没收之物 没有办法没到 那这个追征它 普通原有的财产 就是合法的财产 那这个要等到 后面的程序才会知道 在法官在判决的时候 没有办法知道 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可能在实物上 或许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不过如果我们在 新的法通过以后 这样的一个真理应该会减少 因为贾阳官在追征没收的时候 它就我们是希望它能够预估价额 预估价额 那刚刚蔡市长也提到说 这个中间如果后来发现 这个追征的这个金额 或价额有变动 有可以调整的机制 这样应该真理会比较小 市长你有话要补充吗 我们同意秘书长 因为我们这一部分 事实上没有意见 我们只是因为有一些 那些要追征的价额 它是浮动的 所以有一个机制将来能够调整 这样就比较重要 所以未来不会有检察官跟法官的 这个意见不一致的问题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了 不会有问题 好那我再来问就是说 如果判决的主文里面 它有宣告没收 那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 那如果说这笔金额 这个钱财产是 在检察官的手中 但是发还给被害人 或权利人之后 犯罪人他如果申请说他要返还 那检察官可不可以拒绝 市长 检察官可以怎么做 你说 如果判决主文里面没有宣告没收 没有宣告没收的东西 没有宣告没收的东西 除非他另外有申请宣告 如果最终是法院没有宣告没收 这个东西当然要还给被告 要还给被告 所以只要是 还给被害人跟权利人之后 如果他在因为宣告主文里面 没有就是说要没收的话 他如果就是这个犯罪人 他申请要还我 那还是得还他 这个因为国家已经没有正当的权利 把他的财产没入 所以市长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们如果没有法员 我们可以去跟人家 继续扣押这个 那未经法院来没收 新冠没收 当然我们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再继续给人家查过的那个 依据 好 你们这次也修了473条 那其实第一项就是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第一项的裁判确定 一年内改成执行后两年内 那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经济犯罪其实很复杂 那刑事判决确定后 其实还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取得这执行的一个名义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105年其实修正之前 就是用执行后来起算 那那次的修正其实改成判决确定后 但其实那时候其实就有蛮多的批评说 这条文报是怎么样创造出来的 那国外也没有这样的规定 那司法院跟法务部当时候 没有表达意见吗 还是你们那时候的意见是什么 这个判决确定是哪一天呢 在外观上比较不清楚 比较不清楚 因为这判决要送达给不同的人 回收的时间都不一样 但是执行开始它会比较明确 所以当初因为这涉及到 将来到底是要一年两年或几年的起算点 所以就让它更明确 更明确 只要让标准更明确 因为105年其实也没多久以前才修过 但是执行上面有问题 所以再把它改回来 105年那个执行后应该是从过去很久以来的条文 就是这样子 对 以前就是用执行后啦 对 是这样吗 好 那另外的就是说 这次修法呢 其实是把这个实务的这个做法 明确的来做一些规定 那金钱给付准用行政执行法 可以阻托行政执行署来处理 那现在实务上呢 是检察官自己来 还是说已经交给行政执行署 现在就是有检察官阻托行政执行署来执行 现在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过去刚刚有在讲说追征的部分嘛 那过去行政执行署在追讨这个欠税大户的时候 其实常常会遇到拖残的问题 那尤其是欠税的一个追讨有时间限制 那因为这社会观感问题 所以之前也有就是在修法去延长 那如果是犯罪所得的追征 在这个部分执行上 有没有时效的一个限制 还是也是适用这个行政执行法上面五年的限制 是吧 是以前所长 好 请 如果跟委员报告 如果是刑事的犯罪追征的话 那当然还是适用刑事 诉讼法跟刑法的追捎权时效去规定 那如果是扣押物本身也有公法上的债权的话 那会回到行政执行法第七条第一项的五年时效 所以我们要看刚刚委员 若委员提到的是单纯的是追征犯罪所得的话 那要回到刑法的追捎权时效去认定 哦好 好 那主席我的问题已经结束 谢谢 好 谢谢红委员发言 接下来我们请中委员孔照发言 好 主席 好 再说到各位行政所长 好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先恭喜秘书长好了 恭喜你六位大法官的候选人 还请委员支持 请秘书女 我想我们今天就犯罪不法所得的 所谓的扣押后法院进行没收程序 包括犯罪备案的一个请求发还的一个损失 那作为行政诉讼的相关的一个法令的修正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建顾到交易的安全 跟善意第三年的一个权益的保障 对 那刚刚红委员也特别有提到 其实在2015年修正刑法后 我们有新增的所谓的第38条里面 就犯罪所得实际合法 发还给被害人者 不予宣告没收或罪征 也就是说犯罪所得 为实际发还被害人 则予宣告或罪征 所以 当时这一个条文 是仿效德国的吧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仿效德国的相关的一个没收的立法的模式 先有国家没收或进一步来说 如果说是被害人在判决之前都还没有出面主张 法院就要先告没收 之后万一有被害人请求全的时候 这一例经由裁判确定后 刑事执行程序 再来处理发凡的问题 对 也就是说 这些犯罪的不法利得 虽然在审判过后 已经不是刑事诉讼上的所谓的证据 失去了扣押的法律依据 我不知道 我这样的理解 是对还是错 失去 就是有一些犯罪 也就是说在审判后 所以虽然在审判后 已经不是刑事诉讼上的证据 失去了扣押的法律依据 但是呢 也因为不能没有 还没有被害人的出面请求 发完全的时候 就引发可能让犯罪人领回的娱力嘛 对 所以有这个被我国的名字 其实我要跟未来大法官讨论的就是 我其实对于我们国民的一个 国民法的一个法的感情下 就是修法的问题 可能也要跟旧交与法务部 我看你们法务部跟司法的意见 其实是有相左 法务部有法务部的见解 也就是我们今天针对这个条文的修正 法务部的见解 跟司法院的见解 其实是有不一致的地方 就是因为有不一致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讨论 希望能够找出共同点 对吧 对 确实是因为这个是观点的不同 就是说 现在被告的财产被扣押了 那扣押以后要分给谁 分给谁 那第一个这个扣押物 如果很明显就是被害人的 譬如说被骗来的汽车 那就还给他就没有问题 那有些是钱 像这个很多金融案件的 这个投资公司钱 那他可能很多被害人 都集中在这一块 那这个钱也有可能是 跟他自己原来的合法的钱 混在一起 所以这个在 我们这一步里面 就决定说 这样的扣押的钱 到底是要还给谁 要还给谁 到底是哪一个要 比较早一点点 获得这样的权利 因为他可能 我知道就是今天 就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 所以才有周委员提了一个修正 那其实在107年5月 我们司法院也曾邀请 不管是省检办学 局金管会 或者证券的投资人 或者集合的交易保护等 召开了所谓的形式程序的 一个研究的 一个议会的 一起讨论形式诉讼法 针对473条要怎么修 如果修 会中有有人建议 包括金融八法里面 所谓的没收的一个程序的部分 如可以回归刑法的规定 那么为何 现行的金融八法 仍然采取潜在 发还权人的一个条款 现行 既然你没有讨论过 金融八法里面的规范里面 目前在处理 潜在发还权人的一个条款 所谓的潜在就是 当我判决权 我可能我还不知道 我也是被害者 所以 这样会不会使 刑法在没收的薪资上 遇到金融八法之后 效率会不会有手足扣 或者说 尽管会站在金融犯罪 被害人的角度 有什么需要 特别考量的地方 需要司法院 或者法务部 互相合作的地方 因为金融八法里面的条文 是以犯罪所得 除因发还被害 或得请求赔偿人之外 莫收之 那发还权人 不限被害人 另外得 所谓的 请求损害赔偿之人 也就是说大家 比较有余力的 也就是刚刚 秘书长所提到的 所谓的潜在发权人的一个条款 那因为是金融八法是特别化 只要在法律上的一个抽象存在的潜在 潜在的花 花还权人 请求权 那么这会不会阻碍到国家没收 换罪所得 这个我想这个跟我们现行的 刑法的一个没收的心智 是不是有所落差 这个诈骗的 又把这个钱拿去购买其他的房产等等 那这个时候在民法的概念上 民法概念上 这个被害人 他就对特定的那个金钱 他就没有直接支配的权利 他只能够请求 我知道你是民法战家 因为其实这个也牵扯到民法的请求权 所以牵扯到民法的请求权 我相信那个消灭时销 原则上有15 另外里面 我也觉得 我也搞不太清楚 他也有15年 期间不行使而消灭 那也有5年间不行使 期间而消灭 那也有2年间不行使 期间而消灭 那对于这个473条的第一项 我们采取的没收屋 没收屋也好 追征财产 判决确定一年内 由权利人申请发凡者 或因犯罪 犯罪而得 行使债权请求 请求权人之 取得所谓的民意 申请的一个给付 所以到底是一年过短 还是来不及到法院 拿到申诉取得 取得所谓的执行民意 那是我需要延长到2年 甚至3年 或者说是更长的时间 这个大概是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这就是一个折衷 因为你时间都不限制的话 那变成所有的被害人 钱都要冻结在那里 都不能动 所以你们法院是10年吧 法务部论为10年的期间 太长 太长嘛 所以我才会说 刚刚秘书长 特别也是民寡的 所以我们还是会依照民寡里面的体系里面 消灭时叫15年的 但是有些退职金 或者利息的可能就是5年 所以不等了 因为这种 这种不法的莫收所得 设定在10年 潜在被害人就不得主张 时间上是否又过长 这个可能要转到 普通的民事法的体系去处理 因为 那我也要就叫 就叫做法务部 那检察官会不会因为黑包 有人先抢先援 破坏再抢平等的原则 干脆一等 全部你等着10年一到 才开始发烦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部分 那被告的资产 其实是全体被害人的总担保 那委员知道 就是说这个 他们彼此的权利是平等的 那么这个很可能会造成一些 先抢先引的情形 所以需要比例的分配 那这一部分 那个我不是请我们副市长 就委员的部分 因为在时间上的关系 我们在审调文的时候 还可以 还可以 猪条 我们再来 是不是我们要跟委 马上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 虽然债权平等 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但是在强制执行里面 有所有的集团优先主义 也就是说在分配表做成 前你参与的是先优先的 你有债权 但是在分配表做成 以后才来 要算第二梯 有剩下你才能够分配 所以不会说 大家都等到10年才弄 他有一定的分配的期限 但是如果我的金额 只是我反应比较慢 我反应比较直 我不知道说要先 要提出等三年之后 我再提出 这个有的时候就没办法 结果法院 法院说 不好意思 那个钱都被已经分配光了 你才来得太晚 这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是 会比较 会比较 因为就我知道 之前的冯元 冯元的一个集团 那个也是拖很久 对 那像我们 中间那些 很多受害者 其实他也不知道 请求权 到他后面的时候 在请求的时候 发现说 被害人 他的要求的金额 超过 超过 被告 他所没收的金额的时候 那你们还是会依据 比例原则再分配吗 对不对 因为 因为他欠的越多 都要先还嘛 也不是 他一定的期限内的 大家平均还 平均还 如果没有剩下的 欠的多都人还得多 欠的手都人还得少 照比例还 照比例还嘛 对对对 但是你后面来的 都已经被分配完了 他就 改变目比啊 所以这个 在其他的强制职业都会有 所以要透过 就比如说判决书的 宋达公告 那当然 被害人要有一些关心 我们要让被害人知道 他有权利的 要赶快来申报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说 等那个不知的 或者是 无意来行使的被害人 然后把所有的人 都耽搁 因为很多人 也是要靠这笔钱来生活 所以在 不是扣押问题 就一般的强制执行 就有刚刚我跟委员 特别报告 所有的集团优先主义 虽然债权都平等 但是在那个分配表 做人钱 你如果来不及报 那就要等下一批 有的 才能够进来 这样子 这个 是因为时间到了 最后 最后 主席再给我 再给我 两分一分钟的时间 就好 我还是想理清 那个470条 有关罚金罚款 那收集 金美人的裁判 因为这是牵扯到 行政执行的名义 跟 跟金钱给付的一个 实质的一个效率 我是想问的说 如果金钱给付的性质 则准用行政执行法 那检察官一必要时 也得阻托 法务部支 行政执行所所属的一个分属来执行吗 是这样吗 那所以说 未来在行政执行署人 能力要如何来去 去做调整跟营业 这个差不多 差不多要 最起码 差不多要增加100 100多人嘛 所以如果说 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条文审查完之后 相对法务部就牵缺能力 如果真的要执行 执行 执行这些相关的 对 所以就会牵着到人力 人力的配置马上就是一个 期待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不是说调文审查完之后 人力不足理 那你们法务部 会碍以人力的问题 就会 让这些 请求全能 相对的 他的实效 就会被延宕 有可能 有可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好 谢谢中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建委员韻鹏发言 主席各位首长 各位同仁大家好 首先恭喜 李秘书长 那获得大法官的提名 祝福你下个会期就不用再来了 来这边也蛮辛苦的 不过今天如果 秘书长答应的事情还算不算 那当然算 这咱教聘教育先说 好 目前都是 司法院该做的事 我们 开玩笑 我们都相信你 那也祝福你成为 那个台湾大法官 好 那跟各位请教 今天几个修法里面 我有两个意见 那也跟 等一下跟大家慢慢来报告 那首先是 470条的修正 那他修正之后 对于刑事的 罚金罚还 没收没入的 以后的裁判跟处分 他就会分成 分流嘛 金钱的部分就从 那个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 终于转过去了 这个讲了20年 20年前大概法务部不同意 然后另外一个非金钱的 需要拍卖 或你们现在叫做 变价 的部分就维持在民事执行处 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错嘛 对 民主长这样子 会不会有成 会造成说一个案子的两条 他的财产有分两路 会不会造成他以后 错误的几率会增加 因为说本来就应该处分的 后来转走了 转到那个 譬如说 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 那 纸没记得没收 还是说 地方的那个 民事执行处 忘了拍卖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基本上都 检察官在嘱托啦 因为 主要是因为 现在的行政执行 它只限于金钱 本来这个 罚金罚还 这个都是公法上的 一个金钱给付嘛 对 那所以 应该有行政部门 行政执行署来执行是最好 但是因为行政执行 法线执行的金钱给付 所以关于检察官 没收的这些 如果不是金钱的话呢 那要么就是 检察官自己来执行 要么就嘱托 民事执行处啦 将来当然 如果说其他的 非金钱的也要一并 有行政执行的话 我们也乐观其成 不过今天修法 应该是两院讲好 我觉得就乐观其成啦 那 我是比较担心 像之前的警文案 如果你检察官 自己在手上的案子 这个也是 虽然不常见啦 但是还是会发生 自己放着放着放着 就时间都忘记了 那如果你现在 对于这种 没收没路的处分 还要分两条路去走 这边执行的 这边没执行 那对于法院的裁决来说 其实对于当事人来说 也会有不公平的状况 这个你们要注意啦 不过我相信你们讲好了 后端的那个 勾机跟比对机制 你们会做好 这个相信你们 那过去其实从 民国23年的刑事诉讼法 那他一般来说就是 法院裁决 然后就由 西方法院的民事执行处去处理 从民国90年开始 那那个 法务部的行政执行处 运作了之后 其实他绩效不错 我看到偶尔他们也会开一个那个记者会 会去讲说我们这个行政 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很厉害 在一年半以前开的记者会 应该次长您开的嘛 就说我们执行了17年 然后总共帮国家 那个吹讨了5000多亿的 5000多亿的那个罚款 这个没有错嘛 最近就搞偷钱了啦 现在在 我们在地方就最大最怕 就跑那个行政执行署 所以是蛮厉害的 比如说一年你们追回来的钱 就可以等同法务部一年的预算 这个绩效应该 可以继续维持嘛 你刚才说如果业务移转过来 还差一百多人 但是应该是还可以承受吗 这个 我们署长今天有来 署长 因为我们就是根据那个刑事 各地检署那个刑事案件 有一些罚金的一些罚研的一些 罚金的一些案件 还有一些没收的那个建筑来换算 那我们行政执有一个是 一类分属跟二类分属 就是七个一类分属跟六个二类分属 是不是一个我们 我们这个 署长我只是说 你们业务还吃得下来就对了 需不需要增加人力 刚才这点就好了 但是因为它会增加 那个我们的案件 所以我们的需求增加人力 大概一百位 一百多位 刚才署长有说 应该还算还合理 是 那你们没有问题就好 那我现在回过头来跟那个民事长请教 其实如果今天的修法过了之后 法院的民事执行处 它会比较像单纯的拍卖公司 对不对 没有错嘛 它钱的部分就往行政执行署那边去处理了 你们这边就变成非金钱的变价 它会变成拍卖公司 所以我今天第一个意见是这样的 就长期来看的话 这种财产处分的分流 我们就把它分流执行 那地方法院的民事执行处 你们就变成专业级的 那个政府的苏富比拍卖公司 你们会了解行情 知道拍卖的需求 拍卖的对象 你后面专门来打枚啦 然后另外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 你们就是国家级的讨债公司 如果你把其他的都这样是分流了 我相信 譬如说对于苏富比拍卖公司 也就是民事执行处来看的话 他们去了解什么房地产 各种财务的不动产 动产不动产的价格 你们的拍卖会比较有公信力 那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 你们要知道怎么抓账 怎么追债 怎么知道那个金流 如果未来还有一部分没有处理好 是不是以后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进行 该修法的修法 欢迎处理打枚 法务部执行把钱要回来 你们觉得这样合不合理 这是第一个意见 这个想法非常不错 对不对 这样子大家以后业务就很单纯嘛 不需要说你们还有一部分 要去处理账务的问题跟银行往来 银行的现在的那个规则 那个被国际的洗钱规范 其实也改很多啦 你们就去了解那个也复杂 数业有专攻 我们金钱跟非金钱以后分流 那次长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这个我还是要问行政执行署 你起码就搞偷小了嘛 把你们手上还有拍卖的业务 就移转给那个地方法院的民事执行署 应该是可以吧 你们再商量一下好不好 长期做分流 一边处理钱一边处理费金钱 这可能在 你再讨论一下 我是觉得这样的分流合理 大方向 这样的分流合理 你们很有 早不很有找钱的手段 那个也是很专业啦 那你们也知道恩贵病师怎么样 可以缓入这种倡情的人啦 然后让那个地方法院的民事执行处 要我们做什么没关系 但问题要有人啦 我们现在没有资源也没有人啦 那你们需要人就行政院跟立法院这边来讨论嘛 我是觉得这样合理啊 那有些部分可以移拨的人力跟专业上的知识就移拨 长期来看啦 我们也不求 也不可能今天在这个行政使用法里做主题 这第一个啦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473条 473条里面有一个请求权的时效 那请求权的时效其实这也改过 105年的修法的时候 认为三个月的请求权太短 所以改成了一年 就过没有几年 你们现在认为一年太短改成两年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 这一次看是修法的时候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困难啦 干脆就跟一般的财务请求权一样都时效五年 那就标准一致 这个有没有困难 因为你们之前三个月 然后延长了一年 现在一年马上过了四年又认为说 我把他变两年 不如你算啦 我们在运作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 一般我们对于劳健保啦 对于这些的财务请求权其实都是五年啦 这个应该是秘书长还是应该次长来说明 这个时效的部分 可能刚刚委员特别问的是 470的一开始 那个是两年内 检察官要做的事 不是我们一般比较狭义的时效 对于被害人的财务的请求权呢 你们现在是 秘书长你刚刚讲的时候 我误会了是不是 那个两年是检察官要处理的 对两年内要处理 所以我对于缓法文艺上也误会 OK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等到逐条的时候我再处理一下 我再回去研究看看好不好 但是刚才那个长期的分流 您在投论看看 我刚才这样好似乎对人力的运作上面 对于你们业务的单纯性来说是会比较好 就是一个是讨债公司 一个是拍卖公司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好再请你们研究一下 好谢谢 好谢谢郑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周晨秀霞委员发言 周晨秀霞委员 周晨秀霞委员 周晨秀霞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郑天才委员发言 郑天才委员 郑天才委员 郑天才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发言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 孔文吉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何信 何信纯委员发言 何信纯委员 何信纯委员 何信纯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 蒋乃兴委员发言 蒋乃兴委员 蒋乃兴委员 蒋乃兴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段委员 宜康发言 好主席各位同仁 这个我跟民主长 跟次长请教了 那么前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监察院 陈师梦监委有调查 第六十四届司法节庆祝活动 就是十年前了 那庆祝活动是由 司法院跟法务部合办的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我想这个蔡智场 应该没有参加了 那你长没有参加 你也没有参加 苏立场有没有参加 内市没有参加 好那个活动啊 有一个这个台北地检署的 表演节目叫 侠客行 那参与表演的监察官 可能除了一位退休 现在大部分都还没有退休 对不对 也有还有在台北地检署 那么他这个剧本啊 是有经过审查嘛 就是节目都要经过 这个一个筹备委员会啊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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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啦 就是有八个 表演节目 有四个是法务部提供的 有四个是司法院提供的 当然包括监察委员跟外界啊 都把这个表演的对话 的重点放在最后 就法警抓到这个通气犯啊 通气犯高举双手 左手戴有手铐 然后这个通气犯就大喊说 法警打人哦 我要去台大医院验伤 司法迫害 此时观众大笑鼓掌 当然这个过程啊 是不是妥当啊 或者是这个 大概不同的政治立场 就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今天要咨询的 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而在他整个这个表演的过程里面啊 另外有两个问题 他这个表演的背景呢 设定是这样啊 警察局移送一名女性 毒品通气犯 检察官裁定入监服刑的过程 他就主要是要 凸显检察官在日行 在日常在执行他的业务的时候 会遇到的委屈 跟困难啦 然后呢 就是法警啊 跟检察官报告 说有移送了一瓶毒品监察 这个通气犯 检察官就说啊 因为你是稀释 一级毒品被判三个月 今天要入监服刑 你有没有意见啊 那这个通气犯就说 不行啦 检察官有小孩在家里 我不能去关了 检察官就说那你先生呢 他说我先生已经在海北看守所了 然后检察官就叫书记官去联络社会局 然后说小孩已经安置妥当了 那检察官就在问说 我把你小孩安置好了 你还有什么意见 他说 这个 这个通气犯就说不行啦 说我怀孕了啊 然后检察官就说你怀孕了几个月 这个通气犯就说我不知道 他就联络了法医 法医就说 本案被告没有怀孕迹象 他只是单纯便秘而已 那看到这边 我的感受是这样啦 就是说 当然 我们都 在这个社会上啊 都会对于 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啊 大概都会表示厌恶 或者不同情 但是呢 把他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演方式 那凸显了什么 其实是凸显了 检察官的权威 你说你 孩子没人照顾 我就联络社会局 你说你有怀孕 我就叫法医来 检察人 你没有啊 你只是便秘 这里面有没有任何一点 对于被告的同情 或者去 当然这只是一个短剧啦 我们也没有那么严肃啦 但这里面所凸显的是什么 凸显的是 检察官所掌握的资源 相对于被告来说 或者一个通缉犯来说 你任何 想要替自己开脱的 我都有想办法 我都有办法破解 只是你很啰嗦 他要凸显的是 检察官的辛苦 你为什么不乖乖就去关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然后我还要去 找社会局 我还要去 联络法医 然后还要来跟你验尿 然后最后 检察官说 这个张小安 你今天还是得入奸服刑 张小安说 不管啦 我有艾滋病同归于尽 然后毒品通缉犯 攻击检察官 遭法警制服 制服过程中 法警抓住了 检察通缉犯高举的双手 他这个左手戴有手铐 这个是在影射时事 但是 为什么 编这个剧 要让这个毒品通缉犯 拿艾滋病来威胁人 这后面所代表的 那种心态是什么 那我能不能问 这个次长 因为这是法国部提供的节目 那你知道 被艾滋病咬到 然后被艾滋病患咬到 然后因为这样 会得到艾滋病的病例有多少 你知道吗 在台湾有没有发生过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 被艾滋病患咬到 有啦有这样的病例 他有没有他的前提 他的前提是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种 那你觉得这些表演节目的检察官知不知道 不一定知道 不一定知道 可能是一种 承见 在台湾啊 曾经发生过 司法歧视艾滋病例的 病患的案例 2005年 在高雄地方法院 2009年 在高雄 2009年还有另外一个案子 他通常都是这样子 就是 检察官在 面对 这个艾滋病患 他用他自己 有艾滋病 来 一种是恐吓对方 说我有艾滋病哦 另外一种是 他去咬了 真的是咬了 这个 这个对方 但是他没有去 出言恐吓 譬如说2005年 高雄地方法院有一个刑事案件 检察官是说 被告明知已经罹患 艾滋病之不治之症 竟以口咬伤被害人 意图将病传染于被害人 而且口出咬死你等于 主任其有杀人之故意 主任其有杀人之故意 后来高雄地方法院 以被告咬伤人的时候 第一个不知道自己有代言 所以认定并没有杀人故意 二审的高雄地方法院 翻阅了疾病管制局 当时制作的艾滋病问答手册 认定即使被告咬人时 已经知道自己确诊有艾滋病 人不至于传染艾滋病给被害人 也就是说 他咬了我 我并不会因为这样得到艾滋病 过去的曾经发生过的世界各国的病疫 多半是那种状况 就是说非常严重的这个撕裂伤 而且那个代言者 他口腔是有伤口的 而且这个伤口是直接 碰触到他咬的那个 也就是我嘴巴里面有伤口 而且我这个伤口是直接碰到 我咬你的这个地方 那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一个状况 所以 检察官编的剧 在司法节庆祝大会来表演 然后 他为了要表现检察官的辛苦 把面对艾滋病的威胁 也当作其中之一 那这代表什么呢 这里面所凸显的第一个 代表检察官对于被告的不尊重 对于这种身体检查 包括咽尿是不是属于必要 或者对于被告所预料的困难 其实没有什么样同情 把他当作是包括他的小孩 他确实家里有小孩 检察官的心态就认为说你在找我麻烦 这个剧表演的 我们光是看这个对话 感受就是这样 然后第二个 是在2009年司法节庆祝大会的时候 这几个案例都已经发生了 可检察官没有自己去回去检讨自己 所以你面对这样的案子的时候 你欠缺的是尝试 你因为这样子就把一个艾滋病患 就以故意杀人 所以就起诉了 但你没有去检讨自己 那你这样有没有 有没有违反了 这个包括 包括 针对消除妇女一切形式歧视的国际公约 这是你们主管的啊 你们对妇女的歧视 对于艾滋病的歧视 都违反了国际公约 但是因为 这个表演的政治性 跟监察委员着眼的重点 让这个真正应该被检讨的 这种歧视没有被 凸显出来 包括司法院 包括法务部 包括你们的法官 包括你们的检察官 从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 一个结论就是他们也是人 他们也欠缺 即便你们办了很多课程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检察官跟法官 面对外劳的时候 面对外配的时候 面对妇女的时候 面对一些疾病患者 他甚至不把艾滋病当成疾病 他把它当成一个杀人工具 这样的心态 难道不应该检讨吗 所以 我今天用这个例子是要跟 女部长 因为我在问法务部 我是要跟你讲啦 你们法官法哦 这边对于法官的评鉴跟 平和或者是平和的部分 我 我什么法条还没审完啊 等于我听到现在哦 我坦白说 就因为法官也是人啊 所以在这个评鉴跟平和啊 其实应该引进更多外部的 声音跟 跟力量 你才有办法真正做到 对于法官比较公正的评鉴 平和 如果都是有你们的内控的话 我觉得 我们也都知道 人情包袱 然后有很多是投票出来的 这个过程哦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去除自己的本位 要接受外界的监督 包括 的话 司法院 包括法务部 都一样 我今天的质询跟 今天我们要审的这个 行数 并没有关系 但是跟我们司法 法治委员会还在审的法官法 会有 关系就是说 对于外界的监督 评鉴这个部分 我们在处理的部分 至少就我自己会希望 引进更多外界的监督的力量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段委员 那请段委员来帮我代理主持 好 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 好 谢谢主席 那我想今天我们审查的两个程序法的法案 那一个是本席提案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没收新制 实行后的一些实务上的问题 那当然也是参考司法院的一些重要的意见 那我想之前 也是在我们这一届 大家就没收新制 有一个重大的变革 那除了说没收的部分 以前我们是违禁物一定没收嘛 那犯罪所用之物也一定没收 预备之用也不是没收 现在就是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 我们除了追讨被告的犯罪所得 我们也去追征 就我现在没不到 现在扣不到 那将来他如果有财产 或者他有其他财产 我还可以去追征 因为范围又扩及到第三人 所以范围是很大 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刑事政策的一个演变 那之前我们很确定是说 他的犯罪所得之物 一定要没收 一定要追征 纵使跑到第三人那边去 也是要来追 那这个是很确定 那现在就执行后我们的优先顺序 我想这是我们的修法就是说 那到底这个所谓的没收这样的一个工法上的权利 到底是不是摆在第一位 是绝对的第一位 但在实务上的这个实行上确实是有很大的纷争 因为一般人也 就是说一般真的是债权上他受到影响的人 他一定也不服气嘛 包括这个拍定人 包括这个优先 这个抵押债权的人 他一定也不服气嘛 所以就是说国家这部分 他要把他的犯罪所得没收 这个顺序是不是到就绝对优先在第一位 我想我们这次有做一些那个 一些修正跟探讨 那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的执行的时间到底要多久 那这部分当然是法务部要考量假官的立场 他一个执行案件他可以摆多久 这些没收的东西可以摆多久 所以其实上是蛮复杂 蛮复杂的一个法案的一个变更 所以就是说基于我们这次的 整个没收新制的一个实行 大概实务上刚秘书长也讲到说 实务上有500件左右 现在是卡在那里不动 那我要请教的是说 是因为这个优先 这个债权的顺序不定 还是说这个要查扣的范围不定 这部分请秘书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谢谢特别同意的结果 来您听 来您是听 跟委员报告 最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 刑事诉讼法第133条第6项 它是说要禁止处分 那禁止处分我们执行处要执行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限制登记 那那个限制登记 我们执行处现在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把它拍掉 那拍掉以后 那个派定人没有办法去办移转登记 然后所以有一些执行处的做法就是说 那如果是这样可能会影响到派定人的权利 那所以就不敢拍 然后就要去问甲官 问那个法官看能不能拍 所以那个案件都一直延宕在那边 不敢拍哦 好那继续 就这个问题嘛 那那个债权的顺序呢 连派定人 连派定人你也不敢给他嘛 对不对 对派定人拍定之后 我们会发给权利移转证书 那权利移转证书发了以后 他拿去地震机关登记的时候 因为上面有那个扣押登记 所以地震机关就不给他办登记 那不给他办登记 他就没有办法实质的拿到那个所有权的登记 没有办法再去做后续的处分 所以就对他的权利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了解 我想在公平上面啦 在财产权利上 大家应该是会同意 拍定人既然拍到了 我就是那个遵照你法院的程序 遵照你法院的公告我去拍了 所以拍定人的权利 我想在法律上的决定应该是优先于 已经拍了嘛 应该就是应该要被保障啦 那第二是抵押债权呢 那一般的债权呢 刚刚可能次长也有说明到嘛 就是说 那这些债权的优先顺序 抵押债权 税法债权 这些大家都可以肯认说 它可能是优先于在没收的前面 那如果一般的普通的民事债权呢 刚刚次长是担忧说 会不会有什么假债权的问题 这部分秘书长来说明一下 因为假债权的问题是普遍存在在 所有的执行 知识上面 所以这个重点是 如何去确认它是假债权 我们不能够讲说 为了防抵假债权 让真正该受保护的人 没有受到保护 我们应该设法让假债权被剔除 这个才是重点 那所以我们现在修法的方向是 民事债权跟没收的处分 哪个债钱哪个债后 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就是说 就这个没收的标的物 直接有误权的人 比如说是第三人的东西 被扣押了 被扣押了 那就发缓嘛 或者是被害人的东西 也是当被骗去的东西 被害人直接发缓 发缓 那有 比如说有抵押权 这些担保物权的最优先 另外因为在我们刑法 三十八条之三有规定 因犯罪而请求债权的人 权力不受影响 这是实力法的规定 那因犯罪而得请求债权 譬如他被骗的钱 那他对于这个被告 有一个损害不上请求权 那这个在 因为实力法已经特别 把它优先 优先里没收嘛 这个在三十八条之三的 这个也是我们 三十八条之一 之一的规定 所以这个也要特别考虑嘛 那 所以他这个要排在 比较优先的顺序 那再来就是 被害人他的债权呢 他不一定是直接是 就那个标的物 譬如说被打伤的 民法上的损害被扣 请求权 这个广义也是一种债权 那这个当然在立法政策上 说我们对被害人的保护 到底是保护 他拿回他被骗的东西 还是包含 他损害上的 这个是立法政策的问题 那其他的 其他的才是变成 如果有追证的时候 才是跟一般的债权人来 来评分 因为这个很重要 没收的部分 已经扣押保全了 这个部分 他是会先 优先于没收的 这个处分 但是追证的部分 是在后面吗 对追着 那追真的 因为追证也是可以作为扣押的对象 这个在我们133 他又预估 预估 预估他的金额 那问题就比较复杂 因为追证是指在 被告合法的财产 那被告合法财产呢 很有可能是 其他的 交易对象的 所投资的 比如他正常的交易 然后跟这个被告做买卖 然后被告把他的钱去合法去投资或资产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交易对象的人是因为信赖被告有这些资产才跟他交易 好民主长 那个时间有限 这个部分我们逐条的时候 你在 大概就是说稍微 准备一下那个顺序吧 就没收的部分 追证的部分 那个顺序上面怎么 怎么收藏的那个顺序 跟我们列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请教 今天金管会跟 金管会有派法律服务 那个 好 你好 那 就是说我们这次的一个修法 也主要是来自于去年 大概有关于金融八法修法后的争议啦 那金融八法主要就是说那些犯罪的悲害人 大部分都是集体的诉讼嘛 然后 那个时间也比较长 所以可能来不及在这个 平安的判决的时候 他们就去 就是去诉求他们的权利 那我现在问一下金管处 对于这次司法院跟我提出来的 这个修正的方向的条文 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补充的意见 我们那个基本上就是之前在司法院那边 已经开过很多次的会议 然后在行政院那边也做过一些相关的讨论 那基本上对于今天这个提案 四季三条我们是支持的 就是 就两部分哦 一个是扣押保全 一个是后来执行的那个部分 没收执行的部分 就是针对四季三条的修正案 我们是 对 所以不会再去回去修金融八法 当时的那个在行政院的协讨议上是说 如果这个 刑诉四季三条能够在 那个大院这边能够顺利通过的话 我们下一个会期会在行政院那边 会提我们那个 我们八法的那个检讨修正案 所以那部分的顺序也就是跟现在我们在讨论的 民事债权 索亥平洋这边的顺序是一样的嘛 是是 只是说当初那个漏洞是说 不能先靠那边去 不能先默 但是不能先默好像法院就没有办法去裁定 所以好像就会有发还给被告的危机危险 当时会有这么一个疑惑这样 所以是这个法案如果我们将来立法院修正通过之后 会再回去修这个金融八法 那修的方向是什么 我们原则上如果说这个条文就是照今天的版本的通过的话 我们那个部分原则上是会做一个删除的一个动作 好 那还要看今天的最后 好 了解 好 那我最后再请教 因为执行署处长今天有来 那刚刚委员有关注到将来这个法案修正之后的人力啦 那我有一点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目前的一些案件 你民事执行跟行政执行 如果是禁合的话 是依照谁先申请去执行谁先谁做嘛 如果先来工法上的债权税捐的债权 如果是行政执行署先执行的话 民事这边就来并案嘛 那所以将来这个部分也是这样做嘛 还是区分说 刚刚委员那个执行的是什么 金钱上的几付或非金钱上的几付 这部分我再厘清一下 这目前应该也是跟现在的现状一样 所以其实你们也是被动的嘛 就是说如果看是谁先来发动 如果是检察官这边先没收 然后当然是这部分给你们执行嘛 如果要拍卖什么 那如果民事上那边还没有执行 他是后顺位将来再并到你们这边吧 是不是将来的运作是这样 那个民主长我给你确认一下 好来 金属 跟委员报告 那基本上民事执行或者是工法上的行政执行 或者没收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们强制执行法33条之一 不重复查封原则 所以如果说 比方说是民事案件跟行政执行案件 就是进合同一个标的五 那以看哪一个机关查封在先 那后案就并到前案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某一个 我就看那个谁先去查封扣押 对 谁先查封 就是查实亚33条之一 那如果是检察官先查封扣押的扣押保全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要看检察官是不是阻托执行分署 因为目前的修法是说检察官得阻托执行分署 或民事执行处来执行 那如果检察官决定要把他阻托给执行分署来执行的时候 那执行分署就会接手 那接手以后原则上 还是会按照强制执行法33条之一 看扣押标的入是谁先查封再先 所以执行机关还是看这个扣押标的入谁先查封 那那个顺序啊范围还是照我们现在 在讨论修法的方向再走 好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请邮美女委员 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委员 以及我们列席的政府官员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虽然是要审这个刑事诉讼法 但是呢我想顺着刚刚段委员所咨询的 其实呢依照他所讲的 我们会看到不管是法官或是检察官 其实对于这些的人权的概念 性别的意识 那以及呢弱势的关怀 其实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呢其实在外面呢 大家一直在讲说为什么司法威信一直不上来 其实只要有这些的 就是恐龙的判决 像说算是我们事上一直在举的这个检察官 对于这个看护工 外籍的看护工 所讲的这种性侵害的这些的讲法 或是说这个评件委员会 这种就是完全没有性别的概念 所讲的这些的话 其实都会让人呢非常的傻眼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是说 是不是能够再加强 尤其现在我们的这个同性婚姻法案已经过了 那我们不希望说将来在这个审判的过程里面 仍然发生对于这些的议题的不了解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 在法官或是检察官里面 也有同样的有挺同的有反同的 所以呢对于这些的反同的 在遇到个案的时候 他仍然就像刚刚的 对于艾滋病的不了解 或是一些错误的讯息 在他的判决书或是检察 这个起诉书或不起诉 组婚书里面呈现出来 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会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台湾一方面表面上看起来 是人权很进步 但是另一方面事实上 那个惯例又非常的落伍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方面能够 加强一个训练 好 这两边是否 那这个我在这一段跟委员报告 我们会请这个法官学院 真的刚刚委员还有段委员提到 尤其是这个案例所凸显的问题 我们在课程里面 适当的来安排 我一定请法官学院来安排 因为在网路上 一直在把两年前 在公投之前说的 这些错误的讯息 又全部再po一次 那这些错误的讯息 一再的po其实是 对很多的人是没有办法了解的 那他没有办法接受到正确的讯息 他们都信以为真 包括说那天我去演讲的时候 还是有人提出来问 那我跟他解释之后 他就说 为什么他都没有这些正确的信息 那我们说正确的信息 其实在网路上有 但是他说他们拿不到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对于这些的 法官检察官 我觉得这些的价值的讯念 是有必要加强的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想非常遗憾的 最近发生这个监狱的 监守管理员 促使的这些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当然引起了这所谓的 执勤的 就是说这个 介乎人员 那他这个执勤 就是监守管理员过劳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他们过劳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牵涉到人力不足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说 在监守的这一次的这个改革 其实我们也看到 新政府上台之后 在监守的这一块 整个一方面观念 整个是完全的翻新 从以前是这种 就是说是用惩罚 这个的这样 报复的这样引爆的观念 到现在其实是一矫正 让他能够复归社会 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在这一次 我们也刚刚在委员会通过了 监狱行刑法 还有集压法 这些的修正草案 那这些的层面的这个修改呢 其实是大幅的提升收容人 他的在各方面的这些权利 他的人权 还有人道的这些的注意 那所以在这里呢 就无形中 因为我们要 人权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这些的代价 这些的成本会到哪里去 当然就会变成是 加注在这些管理人员的身上去 所以呢 在这里就是对整个一个 就是管理人员这些的成本 如果监锁的这些的负荷 如果没有配套措施的话 那就会变成 因为你那是这么少的人力 那我们呢 又这个所谓的前后门 原来里面有所谓的前后门 就是说我今天呢 让这个所谓的缓起数 或是说缓刑增加 让他或是这一府劳益的增加 然后后面的假释也增加 让他的这个人数会减少 但是现在我们变成把前门也关起来 然后后门呢 就是一方面重型化 然后呢这个 就是说一府劳益 或是这个 就是缓刑的减少 那另一方面的后门的假释变严 那这两个的加起来 结果就是你的监锁的人口更增加 但是你的这个管理人员 没有增加的话 那就会变成那个压力锅 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们又要求你必须要 所谓的矫正 复归等等 这些要有人权有人道 那这些东西 你在一个压力锅之下 你要有这些的人权 那是不可能的 他会告诉你 我自己都没有人权 你叫我去对他们有人权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又看到了就是 这个监锁管理员 他的促使 那当然这里就会把 这个他们所谓的 职业班的这个情况呢 就会浮现出来 那固然呢 就是说 这个矫正署这边有解释说 他们的职业班 事实上中间都有所谓的 这个职勤 在背勤 那背勤呢 不算是加班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他们的夜勤呢 就是说从早上八点 到第二天早上九点 那事实上的也是 25个小时 但是他说 虽然是25个小时 但是中间有9个小时的背勤 那背勤就是你可以休息 但是你不能够离开 这个所谓的介护区 那我不能够离开这个介护区 事实上 我们看到背勤时间 就是白天呢 大概就1.5个小时 晚上是3个小时 那3个小时就是 半夜11点到2点 然后呢 早上3点到5点 5点到8点 那在这中间 说实在的 除非那一个人 他的睡眠的品质非常好 他一碰到床 不马上就打呼 就睡着 那如果说他那种 不是很容易入眠的 他可能翻腾了3个小时 又要起来上班了 那在这中间也不是说 他是在一个完全放松的 一个状态 可以去休息 他其实是在一个警戒的状态 因为所谓的背勤 就是说如果有任何 发生状况的时候 他都要起来处理 因为他就是等于 类似职班的人员嘛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事实上 他的神经是绷紧的 然后呢 他是随时要准备上工的 所以呢 他是没有办法放松 因为我们所谓的睡觉 就是我能够放松 所以我们说要熟睡 你才能够让身体的机能 去恢复 可是如果说 我没有办法熟睡 我是在一个备战的状态 虽然我躺在床上 但是其实我是没有在休息的 那这样子整天 25个小时 然后你说第二天 他可以休息一天 然后又在25个小时 事实上这个对人体是很伤的 那有时候对人体的伤害 不是 因为你只有外在的外伤 你看得到说 哦这个伤 对不对 断腿断脚 你说哦这个鼠胸 但是内伤 对不对 我的失眠 我的这个精神状况不好 等等你的身体的这些的机能 循环不好 这个新陈代谢不好等等 这些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这些东西日积月累的结果 就是猝死嘛 那现在呢 他的猝死又发生在 哎 他是放假休息的时间 在家里 所以你们就说 他也不构成所谓的应工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于员工 是不是公平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其实这跟护士的排班相同嘛 大家所谓的花花班 因为只要 你是要有24小时轮职的 那有的人会希望是说 好要轮就把他轮一整天 我第二天我可以休息 或是说有的人 他是住在外县市的 所以呢我可以 比如说他有个就是 职请多久之后 他就可以休三天 那他这样子 他可以把压缩在一起 然后再回去休息 或是回去 他必定休息 他可能回去去做家事 去照顾小孩 去处理所有未尽事宜 所以你就会看到 人的健康 人不是机器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会出状况的 可是他状况是看不见的 所以呢基于我们希望是说 我们能够人道的 去对待这些的受刑人 可是对于这些的 介护人员 或是这些的管理人员 就像说 好我们希望 这些的病人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 可是对于这些的护理人员 没有去照顾他 你又如何能够期待 他能够用最好的爱心耐心 那个贴心去照顾病人 不可能的 所以他自己本身 都快要爆炸了 你叫他好好去对犯人 非常的有耐心 非常的人道的去关怀他们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我不晓得说 好现在当然我们在立法上容易 我们把他加上去 你要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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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执行就落到你们的身上了 那你们的配套做事要怎么做 我想我同时回应我们段委员 跟那个游委员的 其实司法官 所有的这个源头都是来自于这里 也就是说 这些检察官也好 法官也罢 他们不管用什么方式 用演戏剂的方式 或是用一些 他们平常在真诚的过程里面 这些行为 我们就可以发现 他的内心世界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 一个禁止的首份的 一个司法人员 才有可能 把一个案件 他能够侦查完备 那么也可以 把一个起诉以后的案件 罚当其罪 那么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么正常的对应 不管是被告也好 不管是被告的身份是如何 那么彼此双方面 都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平衡 这个部分没有做好 他到了监守人员 监守人员在对应这些受刑人 也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心态不对 你再多的人力 事实上 他永远 他的猝死或者不一定会是在执行他的公务当中 或者是在执行公务之后 那到底猝死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很难去根据他的原因 所以我们这个认为 司法人员 包括这些监守人员的职权教育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一部分 我一直认为 在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过程里面 很多的课程 都缺乳 就是这种 其实我有写了一本书叫 世间如境 我是在探讨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认为 一个司法人员 尤其是必须要具有这样的一个修养 谢谢 好谢谢 我们也希望是说 你们也能够把一些的 该补充的人力 该增加的经费 我希望是说你们也能够这样的一个配套措施 能够提出来 好谢谢 好谢谢游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黄委员 国昌发言 谢谢主席 首先请教一下市长 5月15号的时候 我针对屏东县的议长 周典论 他的弟弟周图胜 竟然在标 屏东县政府的标案 明显违反当时的公职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部长承论我 他会彻查 彻查的结果如何 我们部长彻查的部分 我目前我还不晓得 但是这个周图胜已经申请法院起压 我知道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牵涉的案子太多了 他涉贪 检察官积极的生压 法院认为也有必要 这个司法程序我都尊重 但是我已经提醒过部长了 在那个时候所适用的公职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明显的违法 结果没有人在追究他的责任 主管的法务部也不管 当初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做这个标案的屏东县政府也不管 部长承诺我彻查嘛 那是不是今天下班以前把测查的结果以书面恢复我可以吗 我是因为我跟委员报告 那这个部长他以后我们委员的那个事情那个范围 没关系今天下班以前 至少会跟部长报告说这个部长没有 好第二个 现在发现喔 哇这个周典论不得了 不是只有他自己耶 他的侄女 周碧云 一样啊 在搞这种事情啊 周尾屏东县的县民就被这些贪官污吏这些官商勾结 他找他的丈夫 去标屏东县 大大小小学校的营养午餐 这几年我加起来累积的金额超过4亿耶 这个部分可以一并彻查吗 我跟委员报告 只要不管从任何的管道得到任何的讯息 我也跟市长报告 我也没什么特殊管告 我只要上去查公司登记 查探觉系统 查政府采购系统 全部都是公开的资讯 摊在阳光下 全市冲天啊 了不起啊 我跟 事法令为无误啊 对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从今天我看到那个周土胜 向法院申请纪要后准 我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想 这个检察长也好 检察官也好 就这一件事情的处理啊 建局理期啊 我认为是值得鼓励 那么 对不起我现在在跟你讲周碧云的事情啊 我要的只有一个答案啊 不是只有周典论跟周土胜啊 周碧云跟他老公也是一样啊 可不可以承诺策查到底 因为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 不是只有承诺而已 这是我们的职责 很好 说得非常的好 来 下一个问题 上次我已经 请教过 司法院啊 针对台北地方法院 陈诺华 他不仅仅是言行离谱啊 涉嫌违反侦察不公开啊 污子检察官偷偷塞卷啊 这么严重的事情 司法院打算要怎么办 这个是前两天的新闻啊 美国由他中有个法官 他的言行伤害了司法性欲啊 停权六个月 結果呢 陈诺华的事情 我上次质询完了以后 你们给我的书面回复啊 是 一时失虑啊 不是恶意 没有违反侦察不公开 然后而且呢 台湾之前查官啊 去塞东西到卷宗里面去啊 这个影响司法威信尚非重大 这个是司法院的标准 还是对于陈诺华的标准 这是谁的标准 是因为陈诺华 关系好 标准比较不一样 还是司法院的标准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有一个法官自律委员会的制度啦 是 那台北地方法院法官自律委员会决定 就一个书面警告 司法院接受吗 从你们给我含附的资料看起来好像是接受啊 接受吗 基本上司法院对各法院的自律委员会的决定 除非明显的不当 好 我现在就请教司法院嘛 这有没有明显的不当 如果根据台北地方法院自律委员会 他调查的结果 因为他们开了几次会 还有请一些人来 所以司法院有没有觉得明显不当 我们尊重台北 蛤 要尊重台北地方法院自律委员会 来看一下 这个陈乐华 没有人敢得罪他 他自己就是台北地方法院自律委员会的委员啊 当然这个案子他是当事人他要回避嘛 其他的委员 都是他在审别人案子的时候 跟他一起做在审别人案子的 更离谱的是什么 他还是我们司法院人审会的委员 司法院人审会的委员代表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法官喔 接下来 有案子要到司法院人审会来的时候 不要问我喔 我是委员啊 谁敢得罪他啊 结果呢 结果基层 法官检察官 大家都已经快要爆炸了 就质疑什么 他就讲得很简单嘛 就讲上一次陈志强法官的案子嘛 陈志强法官当初司法院认为他 在外面有争论性的言论 就一送 评鉴了 那当然 在那个案子里面 我觉得陈法官发言不当 我也支持 司法院把他移送凭借 但是大家就在质疑啊 陈诺华做的事情啊 更严重啊 直接去拉扶检察官啊 塞检察官在搞犯罪行为 我再讲一次喔 检察官塞卷证到里面卷 来 次长 这个是不是犯罪行为 因为有关这个承诺啊 这个啊 那 那是那个权责 权责的部分不是本部 先停一下喔 市长 上次我已经问过你了喔 司法院官官相护 司法院自己对社会负责 我是看不下去啦 我是不知道他在司法院内部关系多好 但是我没有在吃这一套的啦 司法院官官相护 法务部的立场是什么 上次我在这边质询喔 你有跟我说你要把回 把我质询的内容回去跟部长讲 现在我就要一个答案嘛 法务部要跟所有继承的检察官说 我们也相信也接受司法院这样的处置 大家鼻子摸一摸 我们会鼓励喔 这个检察官 在这个案件里面他感受 他是最具体的 我们会鼓励这个检察官 我们会鼓励前者单位 就是台北地监署 我们会鼓励他们就这件事情 要有一个交代 台北地监署现在有交代了吗 因为我们有回函给 我再讲的更直接一点啦 现在的法官法 送评鉴的单位喔 是掌握在少数的主体上面 市长很清楚嘛 如果今天任何人 都可以请求交付评鉴 我一定 我马上去申请交付评鉴 开什么玩笑啊 这么离谱的事情 结果我有有权利的人 通通都在包庇啊 通通都在护航啊 让我们法官法建立的这个评鉴制度 因为可以启动机关的官官相互 彻底瘫痪 今天司法要官官相互也就算了 连法务部都这么软弱 不会 呃 我们跟委员一样齁 我们 该强硬的时候 绝对不软弱齁齁 这部分 委员可以 去观察 因为我们 刚刚已经跟委员 强调过 我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还是很软弱啊 那就继续看啦 因为我们 鼓励我们的检察官 市长这样讲 我可以接受 大家都继续看下去 看是不是有人 在我们所谓的监督淘汰 不是任法官 的评鉴机制里面 就因为他是人省委员 就因为他跟司法院的高层关系好 大家都在倒闭他 连台北地方法院当初那新闻稿怎么写出来的 谁参与 通通都没有给社会一个交代 就想要用这样混啊 混过去啊 我再说一次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追到底 不要以为夏天 司法院花纳税人的钱 把这个法官送到日本 去禁修 这件事就会结束 主席 好 谢谢黄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管委员碧琳发言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同仁各位列席的官员 大家好 呃 请委员都关心次长所说的 如果在470 471 这两条修法过后 你们的人力问题 能不能明白一点 告诉我们 你的人力的短缺 当然 这次其实修法是用德嘛 检察官德主托嘛 那为什么一开始就会 倾向于这么的担忧 好像检察官 虽然叫做德主托 但是好像是 大量的会 倾倒到你们的身上来 基本上 这个趋势 你们的判断 未来这一种 阻托 它的规模 确实 会是非常庞大吗 我感谢委员 关心这个事 那我们就找他将来要承担 这份业务的这个 执行署的署长跟副署长 看他们 就这个部分 特别详细跟委员 来分 分析 好 好来 先是 跟委员报告 那我们行政执行署 在因应这个修法 如果这个修法 经大院通过的话 确实会造成我们行政执行署 案件量的一个负担 但是我们也知道 政府人力的短缺精简 所以我们目前规划是说 如果这个案子通过的话 我们行政执行署所属 各分署有13个分署 其中有7个一类分署 也就是规模比较大 案件比较多的 7个 那有6个二类分署 我们打算在一类分署 也就是说 每一个分署增设两个执行股 那在一类分署 只要增设一个执行股 所以他需要各种职务 跟各个阶层的 每一个股的人力跟委员报告 大概每一个执行股 需要一位行政执行官 一位书记官 一位执行员 跟两位助理 所以总共有13个单位 你们必须设股 是 那我们一股的人力就是5位 就刚刚报告了 一位执行官 一位书记官 一位执行员 两位助理 所以每增一股 需要5位的人力 那7个一类分署 就14个股 然后6个二类分署 6个股 所以总共是必须要增设20个股 20个股的人力 这样介绍之外 就100人 这些人力要补 基本上如果说 现在基本上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不可能在现有的人力当中去调度 所以从这些人力的增补的程序 你们预计要多久可以增补进来 是 就是说我要报请这个考试任用 是 那考试完了再分发 是 这个中间的期程大概是多少 应该现在也涉及到一个我们的 法定员额跟预算员 我们现有行政执行所的预算员 本身就没有补满 那所以如果要 所以还留有一百个名额没有补满 没有 本身的原额 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新增这个业务 现有就有原额 预算员还没有补满 现有就需要补 是 那如果说新增这个业务以后 那当然我们会雪上加霜 所以我们也恳请行政员能支持 在我们人力的拨补里面 我想人力的原额我们会支持 是 现在是说在这些原额无语的情况之下 你所估计的这个时间 因为我要考试任用分发 在考试任用的这个过程 需要多少时间 如果报考试的话 因为今年的考试院的考试 已经报过了 可能会来不及 那最快如果说报明年的考试 或今年再真的 但是这个前提还是要行政院同意 那如果同意的话 我们看能不能再今年报 如果来不及的话 那明年 那因为执行官的受训要一年的时间 书记官的受训要四个月的时间 它有一定的期程 好 所以企业准备妥当上路 你们需要多少时间 逐步上路最早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那恐怕要两年后 需要两年的时间 那这两年就叫检察官先不要阻托 不是就好了 这个要我们尊重部里面政策 这我们不敢钻断 那但是如果说通过的话 我们有个进程的处理方式 也就是进程的话 在政事编制如果没有办法捕捉的时候 我们会期待说如果院里面能支持的话 我们用临时人员的方式 来先替补这个控捐 专业上够吗 我们就在现有的执行人力 来指挥监督下来办理 好 没有关系 这个等一下如果要逐条的时候 再语以说明好不好 那民事执行 这个是在院方嘛 先问一下次长好了 刚刚所谓的政策 如果说因为目前的这个修法 是不需要日出条款的 因为它是用德嘛 它不是用印嘛 所以没有日出条款之需要 但是你在这个逐步的来承接 相关的业务工作的时候 其实透过你们行政管理 或者说内部的一种共事的情况之下 检察官嘱托 事实上是可以逐步来的吗 这个部分是我们检察师 是有跟我反映他的困境 那副市长也有来 是不是可以代表 帮我们说一下 好 副市长 来 尽快好不好 主要是因为这个 执行的时候 涉及很多拍卖的业务 那这不是检察官的专业 所以当一旦 执行没收发还 涉及到这个业务的时候 这真的有阻托的必要 尤其现在这个 被害人众多的案件 可是长期以来 你们都在执行吗 可是长期以来 所以现在是积案很多的意思 现在已经有阻托出去 请实验执行署来处理 但是未来当然 因为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可能会有更多 好不好 那民事的部分 目前我们这边 现行法就是有检察官 可以阻托民事执行 所以 不过基本上都检察官 都自己处理掉了 几乎没有案子阻托民事执行 是 所以院方这里 有关于民事执行的部分法 非经济的部分法 比较不是问题 是不是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现况就没有阻托我们 因为 以我的立场来讲 我必须做一个新政 我必须判断 说法务部的这个困难 到底是心理因素多 还是客观事实 使然 因为 以院方来讲 可能你们量是不一样的 可是以院方来讲 他认为承接没有问题 但是在法务部的部分 好像把它当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好 那这部分融合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去更深入的了解 好不好 好 那民族长 今天当然要特别恭喜您 因为您被提名要担任这个大法官的候选 好 谢谢 那我想 一定会顺利的通过 好 但是今天很有可能就是您在立法院就这个位置 被寻 可能就最后一次 如果后面还有 应该还会有 因为我们 下个会期还会有 还会有 下个会期还没有上任吗 如果顺利 大院制作完是10月1号才会上任 所以10月1号 下个会期还有可能 好 但是我想 将来当然我们在行使同意权 临时会如果列进来行使同意权的时候 您也必须接受很多委员的这个询问 那当然 那本期比较关心的是 在你担任秘书长的这期间 我想您对于整个司法院国家的 这个相关的典当制度一定是有所贡献的 可是还是很纳闷就是说 民间最关心的所谓的司法改革 到底我们已经端出了什么样的菜单 什么样的方案 然后我们的司法改革的内容 我们提出了哪一些法案的修订 或者是立法 而这一些整个法律结构里面 我们改革了什么 民间真的还相当的模糊 如果今天 尼书长您回顾 在这职务的过程之中 所经手的相关的司法改革的方案 我给你时间你好好的去让大家来知道 我们做了什么 然后目前的进度会怎样 什么时候会完成一个怎样的理想 你会怎么跟我们整体的社会大众去说明 跟我们吧 是现在回答吗 是啊 那这个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个 从司法院许院长就任以来 推动的改革 从最上层的最高的 宪法诉讼法已经施行 社会关注最高层的法律见解统一的大法庭 也都修法通过施行 然后跟人民比较有关系的 譬如说勞工权力保障的 勞动事件法 那明年一月就要实行 跟弱势保障有关的强势执行法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 都已经陆续修正公布 那另外呢 在我们社会很关心的 关于法官淘汰的机制 关于法官法的部分 我们已经在委员会出去 已经出委员会了 那除了这一些以外 你在法官法 有关于法官的太厨 做了什么样的制度规划 你总要让大家知道 刚刚这个有委员提到说 现在都是在一些单位里面 才能够申请 将来我们就开放 所有的当事人 犯罪被害人 都可以直接来申请法官评鉴 也就是说 每一个案件 法官如果有违法 或者是不当的行 你用人民听那种声音 的语言 来告诉他们这件事 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可是 广大的人民都怪我们 司法改革没有进展 这个通过很快就会有感受 然后 国民法官的制度 那我们也草力完成 这是延迟最久的 对 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不同的 而我们背负到最大的压力 也是在这件事情 到现在的进度都还不明白 在司法院的规划里面 其实这些草案全部都通过了 包括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 这些重要大不妥的法律 都出司法院 院会通过 出司法院 现在只有行政诉讼法 还在行政院会嫌 犯罪被害人的 就是金字塔的部分 其他的都已经送到大院来審议了 所以 其实这一些 从高层的宪法 被害人弱势者的保护 还有一般诉讼制度的改革 法官不识认淘汰机制的建立 其实都在即将完成立法的阶段 很多都即将完成了 那这些只要完成 我想人民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 我想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院如果能拍点立法就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整体的理想架构是什么 我觉得你们要用各种方式 不断的让社会来了解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管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何委员至委发言 谢谢主席 还有各位同仁 这个 先 呃 问一下我们的法务部 毕中这边 呃 高雄这边 呃 有一个无姓的摄影官 他一似乎好像有跑到市长室里面 在做所谓的窃盗以及监听等等的状况 那我觉得其实也让这个我们法务部 以及我们司法院等等 这个对于监听的事件开始又引起相对应的注意 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次长这边 关于监听啊监听的部分 他的证据效力的等等是有讲 他会做一些请教 我想先确认一下 就是说民众啊有被监听的话 那他一定是有相对应的这个可能的试证等等 才可以开始监听对吧 监听一般哈 从媒体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对于监听的程序 很多都是误解 误解 其实监听一般的老百姓不可能监听 监听一定要透过申请 透过法院的许可 透过许可之后 跟电信单位的一个对接 这样才有办法去监督 真听取到双方面的一个对话 拾此之外 没有所谓的什么监听 或许充其量就是去叫切入 但是等于是切入人家的这个说话内容这样而已 好 次长要请教一下 所谓的有 我们怎么如何 民众如何区分 什么叫做有效监听跟无效监听 有效监听又是他后来到最后被定罪 叫有效监听吗 监听一般的民众没有办法监听 没有 我是说民众被政府监听 被政府监听 监听有一个法定程序 它一定是在法定的 我们有一个通保法 一个通信监察法 也就是说 这一个部分必须要在法定的罪名 那这里面大别有一般的形式 也就三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犯罪 跟一些法定的一些犯罪 包括一些所谓的一些 紧急的监听 或者是一些国安的监听 这个一定要在法定程序 符合法定过程要件 那么由司法警察机关 向检察官 现在要就叫的就是说 我们如何区分 像如果说 我们有个当事人 他被监听了 他会知道吗 他要被监听 程序完了以后 他才会被告知 他被告知 那被告知之后 他的人权等等被侵犯之后 他可以行使怎样的权利呢 还是没办法 因为他被监听完了以后 如果是没有查无什么不法的事证 告知他会说 在某一段期间 那么我们有监听你的电话 那查没有什么其他的不法事证 就是这样 那他会收到怎样的通知 会收到一个罕见 书面的通知 书面的通知 他会知道说他什么期间被监听的 监听的期间 他会明载 那被监听的记录等等这些 没有记载下来 到时候如果是所谓的无效监听的话 他是否全部东西都会被erase 掉 这些东西是否有存档 有任何的record 监听有一个监听件 这个监听件在检察官那边 如果说这边这个案件 这个监制案件 如果已经查无不法事证 这个就会先解掉了 查无不法就是我定义的 所谓的无效监听 不是无效监听 那个监听没有所谓有效无效 有效或无效 但是查无不法的话 他所有的卷都还会留存 对吧 他有一个存档期间 对 那存档期间是多久 然后以及 我们的当事员是否可以知道 被监听者 他可以知道他被监听了些什么东西吗 保存五年 预期就是销毁 预期就是销毁 对保存五年 但是销毁是销毁原始的资料 那相对应的所谓的后制 或者说有跟其他单位做分享的资讯 是否也一并销毁呢 委员所谓跟其他单位哪个单位分享 我请教一下像我们监听的话 会不会把我们监听的内容再置 或者是再给其他的单位 这个会不会 监听结果如果是查无不法的事证 那就只有检察官这边 就会给他存档 然后就会销毁 除非这个案件监听查有所获 那么起诉到法院去 当然我们的券全券都会移到法院去 法院去好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他这些里面 他被监听的内容是什么呢 监听的内容 在起诉之后 就会经由越界会获取 那未起诉者呢 未起诉他就是等于是确定 就是查无事证 他就会没有 全部销毁 对对五年 保存五年就没有任何 那在五年的时间之内 有谁可以去调阅或者是去看 或者是去知道里面的东西 因为它不涉及到犯罪 不涉及到犯罪 所以没有人 没有调起的必要 那这五年等于就是真空放在那边吗 是啊 当然 那为什么还要有这五年 这个就是想说 因为档案有档案的一个保存期限 好 那在这边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为什么一般民众会认为台湾 有这个监听过为腐烂的状况 我不知道我的数据是否属实 但是我的确有看到几位学者跟教授 他们的投书 美国人口逼近三亿嘛 如果这是美国人口跟台湾的人口比较起来 就是说 在美国是将近三万人才有一个人被监听 但是在台湾是一千两百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会被监听 那为什么我们从 以照美国整个国家跟台湾整个国家 台湾还是美国的两倍 监听的数量是台湾的两倍 这就是让我不解的地方 那我觉得说 的确也许有一些有国安的 或者是一些重大犯罪的 那本席这边我相信 我们所有的委员对于毒品这个事件是非常的痛恶的 但是我们对于毒品等等的 就是觉得说我们的犯罪率 那这些东西到底我们要达到怎样的目标 是因为要有这样高强度的监听台湾的治安才可以被国际认可吗 还是怎么样 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个数据 要告诉我什么意义呢 我跟委员报告 监听原本来没有经过法院 后来包括监听 包括其他的强助处分 他向羁押前都经过法院的核准 所以现在 经过司法警察机关 或是法检察官一支权 那么向法院申请获准的 我想这个部分 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跟美国之间 大概这方面 毕竟监听就是一个侦查犯罪的手段 那么到底说 所以我们要跟全世界说 我们侦查犯罪的手段是很强的 很棒的 这是很好的事情吗 跟委员报告 有些犯罪 没有透过监听 实在是一筹莫展 我懂我理解 这个包括像贪污的 包括像那个汇险 尤其是汇险 透过监听 我们的那个绩效非常的好 所以有其不得不然 那么监听到底适不适合来侦查犯罪的手段 这个部分 除了检察官 审卓以后 还要经过法官 我认为它是一个可以拿来的 拿来作为侦查的手段 但是我不解的是 我们用人口的比例来讲 台湾是整个美国的两倍 这是 我这个数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想大概也要告诉我们说 我们或许还可以经由努力 也就是科技办案 不只说 图靠监听一图 所以跟美国比较 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 这个数据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方向 努力的空间 努力的空间就是我们将来还可以透过 努力的空间就是减少 可以不必说图靠监听 我们可以靠将来的GPS 像很多的这种 或是现在像大院在 我们来申请支持的 请求支持的这部分 都可以协助我们 不必要单靠某一方面的侦查手段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以监听为主 其他的侦查手段为辅 其实也没有这样 其实我们目前很多的案件 像这个所谓的一般刑事犯罪 也要有三年以上 也就是要重罪 而且重罪监听 你不小心听到别的犯罪情织 还不能当做证据 因为所谓的读书读国理 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 我们是不是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因为在某一个程度 宪法本来就保障 人民通信的这个隐私等等的 那我们这样的监听的数量 是美国的两倍 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方向 像我要讲 近三年呢 我们所谓的监听检察官的这个审核比在95% 95% 基本上来100件就是95件全部过了 那但是还要第三道关卡是到法院这边 法院给予的比例也到70到74% 那在这里的部分 我就是要确定就是说 过去几年 我相信大概七年前 还有五八年前 那我在讨论 那我们有罪跟无罪 我们有没有一个统计的报告 那乃至于到我们后续检讨 是否给予监听与否 的这个机制是否可以再去精进 因为我们的监听比例 真的太高了 1200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被监听 换句话说 可能每一所高中 就一个人可以被监听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 我们还可以跟委员报告说 我刚刚讲的要再细致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电话 就一个案件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在数据上面的一个绘算 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再回去再检讨 你在讲这个后 对不起我时间有点限制 我在讲是 我们到底这个所谓的审核比 审核比可能要来讨论一下 我了解 这个部分就是 谢谢 其他的请以书面回应 谢谢 好 谢谢何志伟和委员 所有登机发言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巡答结束 委员质询时 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 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 委员吴志阳 提书面质询 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 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 审查委员周春明等二十一人 拟据新訴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呃 现在进行大体讨论 如果委员同意的话 我们就省略大体讨论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请宣读提案条文 还有修正动议 提案条文 第133条 第一项 未修正 第二项修正 未保全追征 必要时 以预估追缴之价额后 得着量扣押犯罪嫌疑人 被告或第三人之财产 第三项 未修正 同第2 进行条文第2 3项 第4项以下修正委 扣押不动产船舶 含空器 因通知主管机关为扣押登记 并登载扣押登记 扣押原因及第二项 预估追征之嫁而 以存有民事或行政执行 查封登记者 主管机关应于扣押登记王俊时 通知执行机关 强制执行法第77条 第77条之一 第1项之规定 以扣押不动产船舶 含空器转用之 扣押债权 得以发扣押命令禁止 向债务人收取或 为其他处分 并禁止向被告或第三人清行 之方法为之 扣押命令应 记载扣押原因及第二项 预估追征之嫁而 第133条之一 除第三项第一款 暗油后 策略扣押原因及前条第二项 预估追征之价尔 之外 其余限行条 分同 第133条之三 以本法所为之扣押 具有禁止处分之效率 但不妨碍下列事项 一 民事或行政假扣押 假处分及中局执行之 查封扣押或其他依法 所为之禁止处分 二 除民事或行政执行以外 其他非因法律行为所 甚至权力移转或变更 因前项依本法所为 扣押之效率而 无法继续执行 或议第133条之四 第四项 停止执行者 买售人得申请执行机关 撤销以为之拍卖或其他变价程序 行政执行有前项 无法继续执行或停止执行之行者 法定之执行期间 就扣押标的 停止进行 第133条之四 下列情形是非可为证据而扣押者为限 不受前条第一项 依本法所为扣押效率之拘束 一 受扣押以人以外之人 向民事执行机关申请 对扣押物行使物上请求权者 二 对扣押物于扣押前 以取得以之为担保之权利 而向民事或行政执行机关 申请强制执行或声明参与分配者 三 向民事或行政执行机关 对133条第二项之财产 实行前款以外之金钱请求权者 前向第三款行行 第133条第二项 预估追赠之价额 得比照普通债权之顺位 视为于扣押时 声明参与分配 并免征执行费 但民事或行政执行事件细数在后者 视为于系数时声明参与分配 且依第133条第五项所实施程序 视为于该执行事件所为 强制执行法 关于查封或扣押发生效力实施规定 于前项所定制扣押时准用之 第一项情形 执行机关应急通知扣押机关 扣押机关任由不应执行之原因者 得以书面附具旅游通知执行机关 停止扣押标的全部或移部之执行 执行机关收受通知 应及以通知之范围停止执行 前项后段之原因不存在或消灭者 扣押机关应以书面通知执行机关 该管刑事法院亦得以利害关系人之申请为裁定 并送达执行机关为通知 执行机关收受通知应及撤销停止执行 第133条之五 执行机关依前条第一项第二款或第三款 执行而发给权益移转证书时 应嘱托主管机关图销扣押生计 前条第一项第二款所得价金于清偿顺位 交优先之法定税捐或费用与担保债权后之余额 或同条项第三款预估追赃之价额所或分配额 为原扣押效力所及 由执行机关解交扣押机关 前项解交扣押机关之余额或分配额 未经宣告没收或追赃而应发还者 应解还执行机关 第133条之六 第133条之三 第一项第二款锁定权利移转或变更之情形 原扣押效力依下列各款定制 一可为证据之扣押标的除以灭失者外 对该标的之扣押效力不受影响 二得莫收获的保权追赃之扣押标的 原扣押效力急于其变得之财产 且急于受扣押人之继承人 其向第二款之变得财产原扣押机关得命提出或交付 不为补偿给付损害赔偿或其他金钱请求权者 给付一文应禁解交原扣押机关 依法经登记使得处分者 依于办理登记时 一并为扣押登记 好 请宣读修正动议 修正动议 编号一 刑事诉讼法第133条之三 对照周委员的提案 条文内容相同 立法说明的部分 修正立法说明四 中断增列 于无法继续执行或停止执行之事有消灭后 例如经撤销刑事扣押或撤销停止执行 再继续进行 等文字 其余同提案的说明 提案人委员周春明等 好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好 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 感谢主席 暂时 暂时 读修正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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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